在新加坡除了医疗院所 人人都必须禁足停班停课 然而慈激之工可没有停歇 像是捐赠亲手缝制的布口罩 关怀和发放行动 扩大推动如素 就连小朋友都响应舒适 面对COVID-19疫情 当地的慈激湖畔全科医疗诊所 在最前线 大家互相合作 全力配合政府措施 进行病毒检测工作 还有一个国度斯里兰卡 面对疫情冲击 志工发放车缝的布口罩 除此之外 劝导如素也是重点之一 全世界各个角落 都看得见慈激人爱的足迹 真正的菩萨总是应人间有乱使 走入人群去 这就是生命价值 环境变化和冲击是上天的警惕 COVID-19带给人们的更是一场大灾教育 唯有戒胜虔诚 期盼有朝一日消灭疫情 大约新闻 阳岸亭文国家 华林报导